第零一二一章 遭遇 火灵发飙 满头无法飘散 水晶般的大眼瞪圆 浑身霞光缭绕 一群烈烈 宛若要飞舞了起来 打咒 有话好说 小不点迅速倒退 感觉一阵灼热 发现方才立足地居然通红 那岩石都要融化了 火锅公主发飙 张口樱桃小口 一片火光喷出 此地顿时岩浆滚滚 天啊 你会喷火 跟上古传说中大恶龙一般 小不点发症 再次倒退了一段距离 你才是大恶龙 火灵而闻言气急 连眼睛都开始喷火了 在其身前 火焰化成一只红色的券 斜滚滚火光与热浪扑来 栩栩如生 像是一头猪雀在线 小不点不再后退 身后一轮银色月盘出现 与他骑高 散发清冷光辉 将他笼罩在内 挡住了漫天的火光 师妹 有话好说 别发脾气啊 上古恶龙都这样 你再这样下去 所有人都要吓跑了 小不点道 他连开了七口洞天 而经浑身精气神旺盛 在这个天才云集的小世界中 也算是一方高手了 师妹算了 小师弟他 只是顽皮 不要跟他计较 补天阁另外五位天才冲了过来 进行调解 火灵而浑身霞光脸去 赤焰消失 恢复真容 他瞪着小不点 道 人这么小 就这么坏 长大了还了得 想让我原谅你也可以 这次必须去神窟 不得和九头 黄金狮子起冲突 好 前提是 他们别惹我 小不点答应得很痛快 神窟 地处一片平原上 大草多半人高 野狼嚎叫 这个地方很偏僻 难见人烟 一行人进入草原 一路上惊奇很多巨狼 他们穿过薅草而行 谨慎戒备 落日染红了天空 火烧云 让大草原更显得荒凉 小师弟 你还真敢下手 那可是火锅人皇最宠爱的女儿 平日连各大王猴见到她 都要给几分面子 补天阁一位师兄开口 她不是想坐我屁股吗 我这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小不点道 她只是说说而已 又没有真揍你 一位师姐美好气地说道 我又没使劲打 只是轻轻拍了一下 跟挠痒痒似的 她其实不疼 小不点阵阵有词 前方 撵车上火锅公主转头 水灵灵的大眼 又要喷火了 师妹你别瞪眼 我不是师兄我说你 有些地方 你真该改改了 小不点毫不示弱 要进行一番理论 你想说什么 火灵磨牙 鲜艳的红唇内 背驰闪烁晶莹光泽 首先 你该减肥了 你看你屁股那么大 而且还那么圆 拍在上面弹得不停 这样对修行不好 小不点 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草原上顿时一阵安静 而后所有人都回头 看向后方的小不点 一个个都发呆 跟货见了鬼斑 这熊孩子是在挑战吗 想跟人黄最喜爱的公主决斗 你看 我说对了吧 所有人都认同了 都没有反驳 认可我说的话 小不点继续开口 阿破 火灵儿满脸烟红 一口血差点吐出来 整个人从碾车凌空飞起 符纹交织 在其背后化生出一对猪雀翼 鲜红而晶莹 扑向小不点 我杀你这个小坏呸 火灵儿张牙舞爪 一双灵动的大眼喷火 修长曼妙的躯体 在空中如水蛇般 扭动出一道道 不可思议的诡计 啊 师妹你 这是什么宝树呀 居然能构建出翅膀 教教我吧 小不点一副好学生 虚心请教的样子 坏呸 火国小公主挥手间 赤火如电 急速飞落下一大片 笼罩下来 小不点落荒而逃 并没有与她激战 冲向草原深处的神窟 一边逃一边喊道 师妹 不是我说你 脾气也太坏了 屁股大 没什么大不了 减肥不就行了吗 多锻炼一下 早晚能跟我一样健美 我杀了你 火灵儿银鸦咬得直想 贵为人皇的女儿 谁敢挑戏 连与她说话都带着敬畏 今日一个矛头小子 居然屡次乱语 气得她胃都疼了 哄 草原上大火燃烧 席卷向前 薅草被点燃 化成了火海 这是一场追杀大战 最终小不点应战 跟火灵儿激烈碰撞 在灰烬中打斗 经得众多天才无不侧目 这可是人皇的女儿 号称奇才 被誉为天宗神资 极其强大 现在居然跟个孩子 战得这般激烈 短时间内难以拿下 最终战斗平息 小不点依旧活泼 火灵儿气喘吁吁 众人见状 全都震惊 一座石山横跟在前方 红尾宇巨大无匹 在这草原中 仅这样一座大山 显得很突兀 它非常磅礴 在半山腰处有个黑窟窿 不知有多深 散发着莫名的气息 在山脚下 早有一群生灵在等候 一个个都很强大 虎视眈眈 凶光毕露 尤其是为首的几头生灵 各个生具异象 很势不凡 如通体金黄的九头狮子 身高超过十几米的银色巨人 还有头上长着金色独角 背后生有双翼的人形生物 在他们的身后 各有一批追随者 其中不乏人族天才 可现在却被降服 都成为了他们的仆从 你们终于来了 速度太慢了 咦 火国的公主 你经历过一场大战吗 似乎消耗不少 很疲累的样子 银色巨人开口 声弱大钟 轰隆隆作响 震得山臂都在动 不要乱说 我师妹只是在减肥 小不点答道 听到减肥二字 火灵儿怒瞪大眼 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差点再次暴走 咦 你是 头生金色的独角 背上长有一对五色翅膀的人形生灵 羽王 露出惊诧之色 九头狮子 更是获得回头 向这边看来 而后摊开一幅画卷 对比了一番 道 是你 我一直寻找的强大战谱 它的躯体并不是很庞大 但通体密布金色鳞片 如黄金铸成 散发璀璨金芒 像是一座大山般压迫人 血气滚滚 声音如雷 惊人心魄 这个时候 九头黄金狮子 似乎很惊喜 道 我的仆人 追随伟大的王 将来我会给你无尽辉煌 赐予你荣光 话不能这么说 我银血巨人一样 有着无敌的过去 人类少年追随我吧 成为我的仆人 日后你必然会危陈大地 风亡裂猴 银色巨人开口 声音如雷 他身体庞大 跟一座小山似的 你们两个不要争了 人族与我羽族体型相近 理应成为我的战宠 羽王开口 小不点脸色难看 伸手点指 羽王还有银血巨人 道 你们两个一边待着去 人行得我不吃 当我的仆从吧 而后 他又指向九头黄金狮子 道 你是第一个叫嚣 要说我为战宠的 真不知道怎么原谅你 还是到锅里来吧 一群生灵都发呆 怪怪地盯着这个人族少年 羽王笑了 战宠就当刚烈 有自己的性格 不然何以能征战四方 说话间他出手了 银血巨人不甘落后 也向前迈步 伸出过几般的大手 抓向小不点 欲抢先镇压 收为仆人 黄金狮子更是一声大吼 一片金光洒落 动用了宝树 欲将两人镇开 独自去收服小不点 你们让我生气了 小不沉下了脸 三头生灵 将他当成了什么 好像早已是他们笼中的猎物 随便怎么处置都行 根本就没有与他对话 他们三个肩在争抢 他直接跃起 简单直接 一拳轰向银血巨人 与那波及大的手掌撞在了一起 天空中响起一道惊雷声 符文爆发 草原上 薅草全部倒下 被一股气浪扫过 浮在了地上 许多巨石都乱飞了起来 银色巨人一声大吼 身体亮枪后退 波及大的手掌 滴滴答答在躺血 而小不点则已是再次跃起 一脚踢向羽王 哄 羽王震翅 五色神语飞射 宛若神剑穿空 铿枪震耳 咔嚓 小不点的整条右腿都发光 金色闪电爆发 横扫这片剑雨 叮当作响 最终砰的一声 他与羽王硬汗了一击 他坠落在地 而羽王则被一股巨力震飞了出去 嘴角溢出一缕血 就凭你吗 小不点冷笑 当我的战宠还差不多 轰隆一声 黄金光淹没到了天地 九头狮子扑来 极其强大 比那两个生灵力还数倍 九只头颅长啸 吼动山河 小不点心中一惊 这只黄金九头狮子果然恐怖 符文造诣太深了 修行见久 境界比他要高 血脉之力惊人 他刚一扑过来 大地就裂开了 那黄金爪子重于万军 血煞气息破人 很多人当即就站不住了 被一股金色的狂暴吹飞了出去 地上飞沙走时 蚝草早就化成了鸡粉 墨盘大的石块如雨 数千斤的石块如冰雹 被金色狂暴席卷 砸向小不点 逆转 小不点上来 就动了一宗杀手锏 手持酸泥宝骨继承的镜子 照出一片符文 将所有风暴都给挡了回去 倒卷向黄金狮子那里 而他更是掩藏在巨石间 一冲而至 如一片落叶般 轻飘飘地落在黄金狮子的身上 揪住他的鬓毛 道 当做祈祷不错 可是我真的很想吃红烧狮子头 吼 九头狮子大吼 浑身发光 符文密布 瞬间将小不点震开 两者间近距离接触 宝树爆发 嗡的一声 小不点手持酸泥骨劲披落 雷光惊人 而九头狮子的体内 则冲起一串骨珠 磕磕晶莹 爆发出灿烂的芒 抵消了这一击 刷 两者移行换位 九头狮子消失在原地 避过了小不点的一击 刹那立于远方 他心头凛然 现场众人都一呆 这个人类少年太强大了 一个人进攻三尊太古一种 震退了两头 与九头狮子分庭抗礼 不落下风 实在惊人 你很强 数日前灵族的沐风去找你 一去不回 想来是战死了吧 黄金狮子开口 毛子开河间 金芒如剑气 破人之急 被我吃了 小不点道 什么 现场有一群异族 一个个金的木凳口呆 而后寒毛倒树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次我进百段山 为的是降伏一头真正的太古凶兽幼崽 比如说真吼的亲子 比如金翅大鹏的后代 至于你们 别惹我 绕路走也就罢了 胆胆挑衅 只能到锅里来 小不点开口 露出一嘴雪白的小牙 真凶残 太嚣张了 这是每一位异族心中的念头 先过了我这一关 再吹大气 黄金狮子某孔冰冷 此时无比威严 大步向前逼近 爪子落下 大底崩裂 你脉象不错 倒也威武 不若这几天先当我的做起 我吃掉你八颗较小的头颅 给你留下正中的一颗 小不点很认真地说道 找死 九头黄金狮子暴怒 九颗头颅各自吐出一道金芒 竟是九口飞剑 皆为黄金色 绚烂无比 斩向小不点 我侍卫你好 长了那么多头颅 肯定算是畸形 不如狠心斩下八颗 还能做上一道保药大菜 小不点避过九口飞剑 无尽闪电爆发 将前方淹没 他与黄金狮子大战了起来 一边对决 一边对火灵道 师妹 这些金色的狮子头 可是宝药 一会儿红烧 我请你还有几位同门一起吃 不过吃完要记得减肥哦 火国公主气得带眉直跳 他觉得自己有点神经错乱了 难道说 自己的美臀真的很肥 不然为什么这个坏胚总是提 九头狮子你不是说 日后有望比尖纯血的太古凶兽吗 快将它镇压 火灵交贺道 第012章 拜九头狮子 红日西沉 天边还有些残红 即将彻底消失 天色已经有些昏暗了 大草原上 狮吼震天 令人灵魂都要出窍了 所有人都迅速远退 避开了这片可怕的战场 小不点大战九头狮子 闯入大草原深处 远离了那座宏伟的石山 战场波及范围极广 宝树神辉惊天 黄金狮子长孝 九只头颅一齐嘶吼 可以清晰地看到 九股黄金波纹冲起 宛若九道大浪般 震得天地轰鸣 这是黄金狮子一脉的宝树 为真正的狮吼宫 阴波一出 大地崩裂 草原上百草折断 全部倒幅 景象骇人 小不点全力对抗 两人站到了白热化 一路冲击 纵横数百里远 战场范围越来越大 侯 狮吼宫惊人 九只头颅皆咆哮 阴波形有志 能够清晰地看到 金色的波纹 如海啸般浩瀚起伏 铺天盖地 似金韬拍案 他们纵横冲杀 不断变换战场 在草原中又见到了一些石山 然而在狮子吼下 金色大浪席卷而过 这些低矮的石山 全都四分五裂 更有一些巨石炸开 化成鸡粉 一路跟随下来的众人目瞪口呆 一个个都在战里 这阴波宫太厉害了 这种神通非黄金狮子一脉 不能施展 草原茫茫 狮王怒吼 强者争霸 吼震动了山河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这就是大荒的现状 黄金狮子体型射人 粗壮而雄武 那对金色的大浪子 每一次落下 都有山崩地裂般的威势 与小不点的拳头撞在一起 符文漫天 神音隆隆 令远方众人骇然 人们惊的不是黄金狮子 而是那个小小的身影 为什么会有这般强大的力量 肉身碰撞 不落下风 甚至 可能更胜一筹 黄金狮子 每次都在以符文裹着金色巨肘 并非完全凭借肉身之力 镇压敌手 两者每一次碰撞 都爆发出震震雷鸣声 呼啸过这片大草原 呛 除雀真身对抗外 两者间不时爆发刺目地光 宝具也在冲击 九头狮子张口吐出的九柄飞剑 不断披斩 这是一组可怕的宝具 有两种形态 一会化成利剑 一会儿又化成狮子獠牙 璀璨夺目 宛若九轮太阳在镇压 显然 九口飞剑 是以黄金狮子的牙齿纪链而成 但不属于这头幼狮 是其长辈传下的 不然不可能有这般大的威力 吃 九只金色獠牙横空 皆有一米多长 发出惊人的光束 擦着小布点的头颅飞过 斩下几缕发丝 将不远处一座石山阶段 好厉害的宝贝 小布点心惊 全力以赴 手中的宝镜 发出一道道刺目的雷光 照射向天空 与对手激烈争风 大 雷光打在金色獠牙上 又如天界的神谷在轰鸣 镇的每一位观战者 都心持神战 小布点遇上了真正的敌手 黄金狮子的确恐怖 两者打了个天翻地覆 狂风呼啸 整片大草原都在摇动 太可怕了 这个人族少年到底什么来头 居然能与黄金狮子分庭抗礼 不若下风 怎么感觉 他的肉身 真的能比肩太古凶兽幼崽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众人议论 那些异族则心惊肉跳 战场中 九头狮子本身更为震惊 他境界较高 却才势均力敌而已 若是两者修行时间相同 那可真的不妙了 哄 又是一次大碰撞 黄金狮子咆哮 阴波起伏如汪洋 铺天盖地压了过去 但是那个人族少年 却如神一般 宝光遮体 神环笼罩 全面扛住了 小布点也杀到了狂 跟平日不大一样 头一次这般吃力 浑身血液沸腾 眼眸立了起来 阴气逼人 杀 他的头顶上方 火山口出现 赤红岩浆滚滚 一件金色的宝具尘服 发出夺目的霞光 冲了出来 斩向黄金狮子 古简在线 由两块金色的骨头组成 宛若两条蛟龙纠缠在一起 发出犀利的光芒 无坚不摧 无物不破 金骄简刹那冲了过去 发出阵阵龙吟娇笑的声音 让万灵接颤 忍不住要跪下来尘服 九头狮子大金 急速躲避 化成一道金光 在大草原上纵横 一会儿到东 一会儿到西 像是一片赤声的金色雷海 在移动 嗖嗖声中 金光连成片 将草原都染成了金色 它在爆发 在迅速移动 咔嚓一声 金色骨茧划过 将一座石山阶段 上半截倒塌 隆隆滚落下来 溅起无尽的烟尘 黄金狮子狼被无比 并毛被截下一大片 且有一颗头颅 差点裂开 被划出一道可怖的伤口 血液流淌 将其眼睛都染红了 吼 狮吼震天 自其体内飞出一串念珠 宛若黄金铸成 且磕磕剔透 光彩洒落 宛若九个世界镇压而来 与骨茧撞在一起 响声如雷 这个地方发生了大碰撞 神灰弥漫 气息惊天 耀眼的光芒淹没了大草原 令人悚然 双骨战战 哄 最终 小不点与黄金狮子 都口吐鲜血 双双倒飞了出去 他们的宝具也回转 落在各自的身旁 好强 小不点进入这片小世界后 还是第一次负伤 九头狮子 心中更是震撼 他比这个人族的少年长了几岁 境界高了一截 居然还只是平手而已 怎一个恐怖了得 真的可以比肩囚龙的子嗣 他到底是谁 黄金狮子 生出一股敬畏 心中发毛 担心小不点身后的长辈 会不会真的是皮修 硬龙等神灵 至于观战者 更是心惊不已 九头狮子 绝对是太古一种中的佼佼者 将来若是得到大纪元 也许真有机会 向唇血凶兽转化 可现在却负伤 难以镇压那个人族少年 再来 小不点开口 脸去了纯净的笑 一脸肃然 此时他如一个斗战圣者 眼神射人 向前扑去 杀 黄金狮子抱吼 这一战没有退路 必须胜出 两者再次拖命 小不点浑身散发宝光 一轮银盘出现 将他笼罩在内 且月中的宫殿 古术 模型都全都浮现 令银月威势更胜 与此同时 他张口喷出一片云烟 动用酸泥宝树 将草原淹没了 这种物碍很特别 即便眼神如电 也难以穿透 吼 小不点发狂 以清零鹰一脉的宝树护体 动用酸泥的宝树攻杀 如一头蛟龙般向前冲去 云烟如海 将这个地方彻底淹没 没有人能够看清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不点展开了最为恐怖的袭杀 身处云海中通体电芒爆发 化作金色的雷神 没有人能看到里面的战斗 只能听到狮吼与小不点的轻斥 两者激烈大战 最后突然爆发出一团惊人的光 将雾矮震散了 众人吃惊 发现小不点与黄金狮子厮杀在一起 纠缠住了 在草原上翻滚 都血迹斑斑 宝炬在交击 震耳欲聋 神光冲消 而他们的真身意在对抗 展开了最凶险与灵力的近身决战 碰 小不点坐在黄金狮子的身上 抓住他的病毛 奋力向他正中那最大的头颅轰击 雷声震耳 恐怖无比 哄 就在这时 黄金狮子眸光冰冷 一声怒笑 一团可怕的光团飞出 鸡像背上的小不点 那是一头金色的小狮子 栩栩如生 无畏狮子夜 远方 许多人都惊呼 补天阁的几位 天才脸色沙纳白了 这种宝树太出名了 为黄金狮子一脉的镇足神通 可即便拥有亡血 也要到成年后才能施展 谁也没有想到 这头年岁不大的九头狮子 竟在此时斩出了 神印金势 未能可怕无比 散发璀璨光辉 让大地都崩了 乱石穿空 黄金光芒淹没此地 这一法印 可以搬山填海 可以呼啸风雨 能够惊饶九天雷电 端地是神秘而恐怖 即便九头狮子没有掌握 仅这样一击 显出雏形 也实在是令人战利 这片草原四分五裂 小不点横飞 迅速躲避 他感觉到了一股山河压迫而来 无畏狮子印就是如此 刚猛而霸裂 有班山之威 小不点口中轻斥 并没有动用 酸泥宝树银机 也没有画出太古魔情 而是灵光一线 要施展另一种法 他心中 思极原始真解的各种要义 尤其是赤龙大战神明 以及金翅大鹏图神的那些烙印图 一一浮现脑海中 那是战神图露 记载了最顶级的存在 舍生忘死的大决战 他从当中受到古无尽的启发 在那些神图中 并没有记载下宝树 但是所动用的通用符文 与奥义等确 有陆入在原始真解内 小不点横移 掌指尖符文闪烁 不断变化 口中大喝 谢 他并非照搬战神图露 因为从来没有相同的两场战斗 情况不同 胡乱套用的话 只能自取灭亡 小不点掌符文不断变化 从火符到电符 再到风符 引发一串轰鸣声 不断泄力 与此同时他身形晃动 一会儿如滔天猛进 一会儿如太古神渊跃天 一会儿又如赤龙遁海 仅这一瞬间 小不点的身法 足足换了数十次 或进击或飞退 而其掌指尖的符文亦如此 哄 无畏狮子印 终于是立境 被他化解 立到泄掉 小不点并未动用宝树 都是通用的符文 数十上百种组合在一起 化符朽为神奇 破开了无畏狮子印 这是受战神屠戮的启发 灵光一现 证明顶级大战 不一定都要用盖世大神通 他觉得踏入了一片新天地 心中豁然开朗 黄金狮子眸光暗淡 这可怕的大神 通号去了他太多的精气神 维米不振 他转身就逃 哪里走 小不点一跃而起 其在九头狮子的身上 举拳就砸 神武无比 众人发呆 黄金狮子败了 其血气不足 力量开始变得薄弱 几乎被小不点压在了地上 九头狮子怒吼 浑身金光大圣 摇头摆尾 宝树爆发 要将它掀下去 但是小不点一发光 雷电交织 进行镇压 远远望去 他如一尊幼小的天神般 骑坐在一头神兽上 下界而来 众人发证 这可是堂堂的九头狮子 号称小无敌 居然就这么败了 此时沦落为坐骑 你让我犹豫了 若是出门 骑着这样一头黄金狮子多威风啊 直接吃掉的话 太可惜了 小不点自语 他曾听闻 上古年间 九头狮子在坐骑排名中 曾挺进过前十 连诸神都很喜爱 他浑身金黄璀璨 生有九头 端地是威猛无比 小不点美滋滋 谷国所击败的神明 都愿意降服地坐骑 自己现在就有了一头 到底是吃掉还是养着呢 要不 我吃掉几颗头颅 回头给你找了伤导药 你可以再慢慢生长出来 你看咋样 他带着商量的语气 火锅公主等 一群人族天才闻听 皆相当的无言 而其他种族的生灵 一阵子发毛 这也太凶惨了 好 九头狮子怒吼 黄金光芒爆发 淹没了大草原 别生气 不然立刻吃掉你 小不点威胁到 他现在很纠结 很想立刻红烧了 这头太古一种 可又想留下来当坐骑 第零一二三章 神哭 九头狮子自然怒急 血统高贵 来历甚大 谁敢将它当坐骑 除非上古诸神转世 金色光芒爆发 草原都被染成了金色 他摇头摆尾 浑身符纹密布 剧烈抗争 要将这个人族少年镇死 然而 小不点揪住他的病毛 端坐在上面稳如磐石 汗之不动 像是与他凝结为一体 生长在了上面 你再折腾的话 我真的要吃掉你 小不点很认真的警告道 杀 九头狮子拼命 自然不肯屈服 符纹自体内冲起 一副玉石俱焚的样子 想逼迫小不点起身 自他的背上离开 无声无息 那念珠在线 每一颗都晶莹璀 宛若一片小世界 缭绕蒙蒙雾矮 镇压小不点 与此同时 九只金色的獠牙化成飞剑 劈向他的头颅 呛 金色的古简清明 酸泥宝镜一发光 抵挡着两种宝具 激烈交锋 小不点大怒 不再留情 一手揪着其金色病毛 另一只手握拳 向着其头颅击去 金光迸发 绚丽如火山喷涌 这个地方元气大暴动 嗷吼 黄金狮子痛呼 发出笑声 他的一只头颅 被打得血肉模糊 差点裂开 人族少年 你让我怒了 九头狮子怒吼 浑身黄金毛发倒树 根根直立 样子看起来有些吓人 其中一颗头颅暴涨 竟然大了数倍 如墨盘一般 金光炫目 师弟小心 后方 补天阁的一位师兄 大声提醒 九头狮子要自爆了 小不点一声轻贺 腾空而起 脱离了狮子背 他可不想真个与对方同归于尽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那鼓胀起来的狮子头 急速缩小 又刹那复原了 而且 九头狮子御使那宝具 猛攻小不点 要将它击杀在半空中 可恶的寄星狮子 小不点冷喝 张口一声轻笑 整个人化成了雷电的海洋 金色闪电飞舞 连他的头发都化为了金色 宛若一轮璀璨的太阳炸开 去 他收回与念珠对决的骨茧 去斩九头狮子 而自己则动用最强大的宝树 操控雷电 迎击向那一串念珠 抵挡此宝具 哄 小不点以宝树硬汉金色念珠 绚烂无比的九颗念珠 宛若在与一片世界对抗 被震的嘴角 溢出一缕血迹 众人心惊 无比震撼 这个人族少年的体魄得多么强大 催动宝树硬汉金色念珠 竟然势均力敌 可与之抗衡 与此同时 金色骨茧起到了大作用 化成两条蛟龙 急速俯冲而下 双尾纠缠 发出龙鹰娇笑的声音 截断长空 迅速斩过 黄金狮子惊恐 迅速躲避 但依旧晚了 扑扑两声轻响传来 他左侧的两颗头颅被截断 鲜血狂涌 坠落在地 啊 他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 充满了不甘于恐惧 收回宝具 急速后退 扑扑 又是两声轻响 血光冲起数十尺高 又有两颗金色的头颅落地 黄金狮子背后 右侧最边上的两颗头颅 被骨茧截断了 他没有小不点那么逆天 未能以宝树硬撼住龙胶茧 因为 无论是金色骨茧 还是他的金色念珠等 都远超越他自身的等阶 一般的生灵 怎能跨阶对抗 这个时候 九只獠牙飞回 没入黄金狮子体内 九颗念珠发光 出现在他的脚下 而后如同燃烧起来了一般 让他们成为一团光 贴着地面急速远去 把我的宝具留下 还我的血要狮子头 小不点大鹤 立身在金银洁白的古镜上 霞光闪烁 他也离开地面 急速飞冲了下去 手中则持金色的骨茧 颈椎不舍 许多人不解 唯有补天阁的几位弟子明白 他所谓的还他宝具 是指黄金狮子的那两件 因为在他看来 这已经是他的了 众人震撼 这一战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九头狮子惨败 小不点太强大了 火灵儿等数十位人族的 天才皆心惊无比 而银血巨人 羽王等生灵则胆寒 这个人族少年太凶残了 将九头狮子都打败了 现在还要吃掉他 令他们直发毛 想到不久前 他们还预收这个人族少年为战虫 这群生灵漠不战力 这真是找死啊 主动招惹了一个小魔王 所有人都追了下去 要见证最后的结果 黄金狮子 被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始终甩不掉身后那凶残人族少年 虽然小脸看起来很清秀 但是在他看来 却像是在张着血盆大口 唯一使前恶兽 要吞噬他 最终 他被逼得没有办法 又逃到了气势磅礴的石山前 什么也顾不上了 冲入半山腰一座黑洞洞的窟窿中 九头狮子 进入神窟了 一群人惊呼 不行 我们也得赶紧进去 不然万一有被他夺得了神明的造化 毁之晚也 火国小公主叫道 银血巨人 羽王等一群异族生灵 皆犹豫不决 不知道要进去与否 诸位我们联手吧 火灵开口 带眉微调 金银血白的脸上 带着一丝激动 他深知 这里是一位神灵的陨落地 小不点停在了神窟前 并未进去 里面黑咕隆咚 无比深邃 发出阵阵乌叶声 像是有很多厉鬼在哭吼 而这个时候 早已是满天星斗 银月高挂 这样的夜里漆黑的神窟 更像是一片魔窟 令人生畏 坏呗 你跟我们一起进去吗 火灵问道 以大眼邪逆他 我进去的话 要降服九头狮子当作棋 会惹出一场大乱的 小不点如实说道 火灵儿坚决反对 道 不行 进去后不能对峙 会触动进击力量 我们需要联合起来一起探索 这里是一位上古神明的陈眠地 有他留下的质宝 那你陪我一头做棋 小不点道 这个时候 他脸去金色闪电 收起两件宝具 彻底放松了下来 没有 火国公主以大眼瞪他 那我不去 小不点摇头 大眼扑闪 认真告诫与提醒 道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诡异 令人不安 你最好不要进去 留在外面 我请你吃红烧狮子头 胆小鬼 火国公主皱眉 他心折于小不点的战力 希望他加入 但看他拒绝的这般干脆 知道没有办法了 最终 火灵儿率领数十位人族天才 进入神窟 银雪巨人 与王等一批生灵 也紧随其后 与火国公主等人结盟 原本他们还在犹豫 但是看到小不点在磨牙 这群人一阵头皮发麻 到底谁是太古一种啊 这个人族少年 怎么如此凶残 竟想吃他们 这群生灵实在是怕了 连强大的九头狮子都败了 他们谁能是其对手 一个个都站立 不敢跟他待在一块 补天阁的几位师兄师姐 没有进去 一路行来 他们对小不点很幸福 跟他一起守在了外面 师弟你受伤了 一位漂亮的师姐 递过来一瓶灵药 让他服下 没事 一会儿吃顿饭就好了 我咳了一小口血而已 这头狮子还真是厉害 出乎我的意料 小不点摇头 几人都无言 何止厉害 九头狮子 绝对位列最强大的一批生灵内 被你 直接斩下了 四颗金色的头颅 若是传出去 一定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开饭了 小不点欢喜 口水直流 四颗金色的狮子头 被三位师兄拎了过来 并无血腥气味 相反又有一种心香 可见其血肉有多强大的药效 石山附近有一条河流 经过一番处理 四颗狮子头被包皮并洗净 就在这河岸边上架起了一口铜顶 师弟你 还真是准备齐全啊 补天阁的几位师兄 神色古怪 难怪他的皮带子那么重 里面竟有一口小型的铜顶 针根搬家似的 应有尽有 铜顶烧狮子头最好了 铁锅不够厚重 小不点道 火光跳动 已经过去了一个时辰 铜顶内的狮子头发光 在沸水中起伏 流转霞光 肉香扑鼻 师姐把那四珠灵药放进去 这如血肉宝药定会更加惊人 小不点闻了一口香气 露出一脸陶醉之色 在湖边采到的四珠灵药 清香扑鼻 流转霞光 珠珠灿烂 这个时候被放入顶中 顿时喷薄锐彩 快好了 再熬顿一会儿 收汁 这样狮子头才会入味 顶带放好 火光闪烁 香气吸人 狮子头被熬成了金黄色 肉已经烂了 金血化成西光润进浓之中 而后又进入香肉内 无需谁戏说 这绝对是一如难以想象的宝药 九头狮子的很多精华 都集中在那八颗小头颅上 并非真正的头 而是神性与金气神的储存处 蕴含着海量的金色力量 这样熬顿下来 九头狮子一脉的金色神性力量 顿时被化开了 成为一顶宝药 散发霞光 浓香扑鼻 再加上四珠灵药放了进去 药性就更强了 顶内的金色的液体 跟太阳汁水般 灿烂地令人心醉 好香啊 忍不住了 小不点舔嘴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大眼中满是小星星 好了 差不多了 一位师兄道 开饭了 小不点招呼 捞起一个金色的狮子头 咬了一口 入口即化 金色枝叶喷勃 霞光涌动 宛若火焰在燃烧 好强 这药效也太惊人了 补天格的几位师兄师姐都惊呼 感觉自身在喷火 蹊跷冒流光 快吃 趁热吃最香了 小不点大口吞咽 金色浓脂流淌 香气扑鼻 简直要让人的骨头都酥妈了 早就听说 九头狮子的头颅很特别 是世间最美味的东西之一 亦是宝药 现在看来是真的 连两位漂亮的师姐 都不顾形象了 加入争抢中 金色头颅五谷 都是浓脂与金色的香肉 并非真正的头颅 运有神性力量 补天格的五位天才 共吃下一头伴 喝下小半金色之夜 便再也不能动弹了 立刻盘坐下来 运转符纹 开始修行 小不点呜呜地叫着 大块朵移 他吃得不亦乐乎 金色之夜四箭 满嘴皆是 非常尽兴 连舌头都快吞下去了 好饱 他一个人吃掉两颗金色的狮子头 以及剩下的大半顶金色之夜 躺在河边的草地上 一栋不想动了 师弟 不要懈怠 赶紧运功 借此突破 补天格的师兄催促 不用了 我将这古庞博的精气绳 化入了血肉与骨头中 下次突破实用 小不点满足地打着宝格 他刚刚借助紫云星突破 开辟出第七口洞天 现在并不着急 要打牢基础 免得留下什么隐患 后半夜 霞光璀璨 补天格的五位天才先后突破 一个个神采意义 一跃而起 充满了喜悦与兴奋 多谢小师殿 他们发自真心的感谢 没什么 下次我们去吃肥仪 白虎 这里好吃的东西可多了 小不点满不在乎地说道 而后呼呼入睡 陷入了梦想中 小脸上挂着纯净的笑容 几人面面相去 这么凶残的师弟 长得却这般清秀可爱 让人很无言 也已深 神窟中不时传出阵阵龙龙音 但是却没有影响几人休息 直到后半夜 沙沙声传来 小不点书地做棋 寒毛直竖 四夜 一双又一双绿油油的眼睛亮起 像是灯笼一般 全都巨大无比 从四面八方而来 天 都是狼啊 都有长毛巷那么大 成精了吗 补天阁的师兄师姐也被惊醒了 都露出金融 情况不对 他们这是要为工神窟啊 我们被包围了 小不点醋没 这比兽潮还严重 因为这是一个物种 有组织与纪律性 整片草原都被挤满了 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 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头 最重要的是 都为一种 皆变异了 并非一般的野狼 他们大如巨像 有的通体银白 有的浑身乌黑 有的成脏青色 各个凶悍无比 皮毛光亮 某种有一种狡诈 与凶残的光辉 退 小不点低声喝道 带头冲上了那座高大的石山 不过却不是进入半山腰的神窟 而是登上了山巅 他们多半 要进那黑窟窿 我们等待机会 趁乱石驾驭宝具逃走 现在四野 都是一种狼 茫茫无尽 暗中说不定 还有懂得强大宝树的头狼等 以及狼王等 不是突围的好时候 哦 果然 一声长啸 正东方出现一头银狼 高足有十几米 对月长豪 浑身散发宝光 命令狼群冲向神窟 乌乌 正北方 一头赤色的巨狼人立而起 高足有数十米 浑身赤霞闪烁 额头上还生有一只独角 看起来相当的恐怖 四面八方 狼豪生此起彼伏 转瞬间就出现了数十头狼王 都懂得强大的宝树 疯狂向神窟冲击 也不知道 有多少巨狼冲进黑窟窿中 整座石山 似乎像是一个无底洞 无数巨狼冲进去 连个水花都没溅起 根本填不满 这个过程中 那些狼王也行动了 闯入神窟 清晨时 整座石山窑洞 像是发生了暴动 山体似乎要崩塌了 哦 银血居然冲出 浑身是血 伤口密密麻麻 身上挂着不少死 咬着不放的狼狮 不是神窟 这是魔窟啊 他亮亮呛呛 几乎要摔倒 接着光影一闪 羽王冲了出来 一对五色翅膀都烂掉了 血肉模糊一片 他几乎要栽倒在血泊中 他们的手下 没有剩下几人 几乎都死掉了 接着是火灵儿 他身上也染着血 不知是自己的 还是巨狼的 他身边那几个斗篷人 浑身是血 将他护在中央 后方还有十几位人族 天才冲了出来 皆遭遇重创 脚步虚浮 亮亮呛呛 这是狼神的沉寂点 也是四郎的魔土 根本不是什么神窟 最后一个冲出来的 是九头狮子 浑身都在淌血 你们得到了什么 银血巨人回头看向火灵儿 在他的身边 一个斗篷人 拎着一个兽皮包裹 散发惊灰 想瞒都瞒不住 一颗蛋而已 火灵儿平静地说道 什么 那可能是狼神的后代 羽王吃惊 黄金狮子 还有银血巨人更是震撼 这与那神窟墙壁上 刻写的字吻合 狼神有后代 为一颗金色的卵 狼会下蛋吗 石山上 小不点问几位师兄 一般不会 师妹 你那蛋是假的 不是狼神的卵 我们一起吃掉吧 小不点屁颠屁颠地冲下山 将冲过来的狼群 凶悍地拍飞 吼 一群狼王出现 宝树漫天飞舞 符文将这里淹没 火灵儿身边 那个斗篷人 身体巨震 遭遇重创 手中的皮带破碎 一颗水盆大的精卵 坠落了出来 九头狮子 银血巨人 羽王 以及他们残存下来的部分手下 一起向前冲 要抢夺过来 火灵儿 以及人族的十几位天才交集 一起向上冲 要夺回来 数十头狼王咆哮 率领密密麻麻的狼群围攻 将此地淹没 最终 金色的蛋被撞飞 小不点冲到 一把抱住了 无比地开心 大眼弯成了月牙状 对着众人道 赶紧走吧 我们去煮熟 吃掉 不行 所有人都变色 一起向上冲 很好吃的 你们要相信我 小不点欢天喜地 抱着金色的蛋 嗖地向山下冲去 勇闯狼群 一溜烟就没影了 啊 不 一群人惨叫 简直要疯了 在后面拼命追赶 绝不能让他吃掉 第零一二四章 烧烤出一只神 一群人惨叫 他们耗尽心血 费尽力气 折腾了大半夜 冒死弄出来的金色神乱 居然被小不点抱着跑了 要去吃掉 怎不交集 每一个人都气急败坏 再后追赶 绝不能让他守 不然众人非被气疯不可 站住 一群人大叫 可是狼群无尽 小不点早已没影了 追 我在金色神卵上 撒下了几滴幽兰草的枝叶 它跑不了 我们一追寻踪下去 一个黑斗棚人说道 敖屋 狼嚎不绝 全都朝着 一个方向奔行 这个时候 很多巨狼已经舍弃了 火锅公主等人 追杀向小不点 这无疑 也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这一夜 大草原暴动 所有生灵都不得安宁 到处都是狼嚎声 一双双碧绿的眼睛 跟鬼火般 在嚎草中出没 一句句可怕的身影 对月长嚎 令整片大的都在发抖 群狼沸腾 露出雪白的獠牙 在这片疆土疯狂奔跑 好可怕呀 无穷无尽的狼 跟我抢金色的神卵 小不点吃惊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狼暴动 简直像是洪水般 隆隆而鸣 后方烟尘冲天 草被都踩没了 银色的巨狼 青色的头狼 黑色恶狼 赤色的独角狼 应有尽有 铺天盖地 黑鸭鸭一大片 带着一股惨烈的杀气 穷追不舍 小不点动用金色骨茧 杀出一条血路 本来已经逃出了包围 闯入了远方 但是这些狼的嗅觉太敏锐了 一路追踪而至 再次呈何为之事 无边无言 狼群没有尽头 雪白獠牙在深夜中 显得明晃晃 格外圣人 绿眸如电 进行围堵 痴痴声不绝于耳 后方数十头狼王 都懂得强大的宝树 根本就没有一个弱者 群攻小不点 排山倒海 光芒飞来 将他近前的石山兜震塌了 我逃 小不点踩在金银的骨镜上 用尽力气 催动体内的神经 离第三尺高急速飞行 这样速度虽然快 但是消耗甚距 可却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飞逃 不然非被狼群淹没 生吞活泼不可 累死我了 终于 他停了下来 脱离大草原 落在一片山地前 成大自行 躺在那里一动不想动了 敖屋 休息了半个时辰 远方再次传来狼嚎声 群山万鹤间都在轰鸣 跟着一起震动 扑通 小不点被逼无奈 跳河跑了 因为狼群的鼻子 过于敏锐 根本无法摆脱 这条大河很宽 也很湍急 他随水波而沉浮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冒出水面 两岸翠绿 杨柳随风摆动 到了一片丘陵地带 应该摆脱了吧 他抱着金色的蛋 冲出水面 来到岸边 这个时候 天光已亮 东方泛起了雨堵白 这个小世界 并没有真正的太阳 那轮红日聚船 是一只太古金屋的尸体 每天 他都升起雨降落 散发炽热 是一头真正的太古神情 纵然死去 也威视惊天 很多人都打过注意 但却都惨死了 这神卵是什么东西 真的是狼蛋吗 小不点来到丘陵间 烘干了衣服 抱着这煤卵 悄悄打打 琢磨个不停 金色的蛋 能有水盆那么大 像是黄金铸成 在蛋壳上 有一些奇异的花纹 流动光泽 有一种神秘的能量波动 这不是一般的情乱 说不定真的是神灵的后代 那岂不是能比肩饕贴 陶物 真猴等真正的太古凶兽 他很开心 进入这个小世界 最大的希望 就是想抓一头 太古凶兽幼崽 带回石村 虽然机会渺茫 但他一直满怀西记 现在似乎要成真了 如果真能将它给孵化出来 我也许会得到一种 盖世的宝树 定然无与伦比 强大阵势 小不点激动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然而 他细琢磨了一会儿 又突然泄气了 直接将金色大卵 扔在了地上 然后一屁股坐在了上面 他拖着下巴 道 这是上古小世界 从无尽岁月前到现在 这枚金色的卵 一直没有孵化出来 我怎么等得起 他推测 这只金色的蛋鹰是坏掉了 不然早该孵化出一头太古神兽了 不该拖到这一世来 真是让人伤心啊 小不点相当地沮丧 刚才还满心欢喜呢 可是却得出这样的结论 让他不甘 算了 以后我自己去捉一头神情幼崽好了 还省得孵蛋呢 他很开朗 才片刻间就又笑了起来 扑闪着大眼 盯着金色的卵 咕噜一声 咽了一口口水 我觉得他一定很好吃 即便神苔死掉了 也肯定还有大量神性物质 不然不会这样发光 如果现在不吃掉的话 肯定会遭天打雷劈的 小不点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并立刻付诸行动 山地上 一堆火已经升起 铁锅也架好了 他自语道 怎么吃呢 早晨应该吃荷包蛋才对 已是清晨 天空中的太古金乌发光 朝霞绚烂 洒落下来 丘陵间水气很重 被照耀的五色斑斓 小不点寻来一块尖锐的石头 开始凿着没卵 当当作响 跟打铁一般 火花四溅 震得这片山地都在轰鸣 火链 银血巨人 羽王等异形人类到吐血 途中几次改变方向 他们诅咒连连 这熊孩子 怎么来回绕圈跑啊 最不可原谅的是 最终他们沿着一条大河追寻时 发现又绕回来了 与那初始的相距 仅十几里而已 这熊孩子 到底有没有方向感啊 他们想骂人 整整绕着大草原跑了一圈 居然又回到了原点 这片丘陵距离草原真的很近 所有人接气到吐血 腿肚子都跑到转睛了 连脚脖子都跑细了 折腾了一宿 跑了大半夜 居然又回到了出发地 早知道坐在这里等比什么不好 他们额头轻筋暴跳 气死我了 这熊孩子 有没有方向感啊 折腾了我们一夜 又跑回来了 众人诅咒连连 气到头发 都快着火了 唯一庆幸的是 那幽兰草很神秘 沾上一滴枝叶后 几天内都会有淡淡清香 可以一直追踪下去 啊 他在那里 找到了 有人惊呼 当一群人看到小不点后 气到嘴角抽搐 头发倒树 他真要吃掉啊 这个家伙正在摆弄一口铁锅 已经烧红 那金色的蛋被 放在当中 他来回的颠锅 像是在炒菜般 快说啊 赶紧裂开 我饿死了 他一边烤蛋一边嘀咕 念念有词 似乎很想立刻吃掉 天杀的 你给我放下 火锅公主身边 几个神秘的黑斗棚人怒吼 简直要疯了 他们千辛万苦 弄出来的神乱 居然真要被这个熊孩子 给吃掉了 凶什么 又不是说不给你们吃 一会儿我请你们吃煮蛋 看来是烤不熟了 小不点抬头看了他们一眼 而后抄起铁锅 将当中的金蛋 扔进了旁边的铜顶中 啊 不 一群人惨叫 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真可谓是目自欲裂 心都在滴血 气死人啊 他们怒火攻心 恨不得立刻飞扑过去阻止 但是晚了 扑通一声 金色的蛋落入铜顶内的沸水中 水气鼓鼓而蒸腾 神卵在里面沉浮 跟着动荡 我跟你拼了 火灵而气到浑身哆嗦 高挑而修长的躯体发抖 水灵灵的大眼喷火 金银雪白的机体 露出成片的符文 要大战小不点 太糟件东西了 这可是神灵的后代啊 居然给煮熟了 要吃掉 我恨啊 银血巨人与羽王 也都哇哇抱叫 气得骂娘与跳脚 一群人都疯了 一起冲过来 一刹那间各种宝树飞舞 如雨点般向这里飞来 小不点不甘示弱 祭出金色的骨茧 还有酸泥宝镜 发出雷霆神威 对抗一群人 气呼呼 道 你们太不讲究了 我又没说不给你们吃 见者有份 谁跟你抢啊 谁想吃啊 我们是为了将它孵化出来 日后成神 满眼的泪啊 众人抓狂 这群人在神窟大战了一夜 而后又跑了大半夜 早已筋疲力竭 远没有小不点精力充沛 人虽然多 但短时间内却拿不下它 师殿 我们来帮你 补天阁的五位天才也出手了 抗那群人 他们都很强大 一时间 宝树乱舞 霞光乱窜 附近的几座丘陵 都被削平了 一群人怒不可遏 心绪难以平静下来 别打了 这蛋要熟了 散发出清香了 小不点开口 将铜顶中的蛋捞了出来 而后直接又扔进了铁锅内 利用火灵而寄出的火树 进行烧烤 而且 他还不时用一个大铁勺 用力拍几下 想将蛋弄碎 一群人看得气急 但是却没有办法 这小子太厉害了 短时间内难以拿下 蛋壳真硬 怎么弄开不开啊 要是毛球 再就好了 他的牙齿最坚硬与锋锐 一定可以咬碎 小不点敌过 毛球没有跟来 被他留在了补天壳中 小不点最后将这枚金色的蛋 荡成盾牌 抵挡众人的各种宝树 对抗熊熊大火 与赤圣的电芒等 借此烧烤 咔嚓 突然 蛋壳传来一声脆响 竟然裂开了一道缝隙 冲起一股阴晕霞雾 啊 裂开了 别打了 但被你们敲碎了 小不点大叫 露出惊喜之色 众人文言都是一惊 不约而同 全都停了下来 闪目向这边观看 而后快速冲来 熊孩子 天杀的 你毁掉了一颗神灵的卵 啊啊啊 一群人大叫 各种宝树再次飞了起来 小不点抱头鼠窜 扛着金色的神卵 阵阵有词 道 不是我弄裂的 是你们用宝树敲碎的 胡说八道 明明是被你考猎的 一个诱神被是杀了 不可饶恕啊 一群人大叫着 愤然向他出手 咔嚓 金色的蛋 再次传来响声 裂纹多了一道 一出更加绚丽的霞光 阴晕蒸腾 甚是神秘 不对 我怎么觉得这蛋里面 有糊涂在折腾 小不点停了下来 抱着蛋汁犯嘀咕 这个时候 众人也是一惊 迅速助手 刹那围了上来 他们一起聆听 全都露出金融 然后发出喜色 因为蛋中真的有动静 像是要破碎金色的壳出来 小不点很警惕 向后退去 道 我警告你们 不许抢 这枚蛋 大家一起吃 阿婆 众人想吐血 这熊孩子 现在还想吃掉呢 这枚金色的蛋 留在他手中 果然不安全啊 咔嚓 金色蛋壳碎裂 自当中出现一个小东西 全卧在小不点的掌中 啊 孵化出了一只神 一群人大叫 一起向前击 天啊 真的是一尊神 一个很幼小的生命 火灵而激动的苏兄起伏 银白肌肤闪烁晶莹光泽 恨不得立刻夺过来 所有人都一起向前冲 第零一二五章 右神 一团朦胧的光辉缭绕 阴晕蒸腾 笼罩在一个小生灵的身上 看起来非常神秘 众人自然惊叫 这是上古神明的后代 一起向前冲 莫不要夺到手中 别抢 小不点浑身金黄 爆发出成百上千道电芒 护住几身 猛力向外闯 要逃出包围圈 留下右神 银雪居然吼道 虽然知道不敌 惧怕这个人族少年 但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大家齐上 难道还支不住他吗 他探出一只大手 符纹闪烁 一片赤胜 直接向下拍了下来 要将小不点按成肉酱 与此同时 羽王也不甘落后 那破烂的羽翅根部 发出两道神芒 披向前来 要斩断小不点的双臂 将神灵的后代留下 其他人也都大喝 一起出手 各种宝树飞舞 丘陵间顿时灿烂无比 光雨飞舞 咦 怎么回事 几乎是同一时间 所有人都觉得不对 宝树失效 光雨被汲取 电芒消失 都没入小不点的怀中 被那团阴晕光雾给吞没了 是幼神 他在汲取力量成长 众人大惊 这才刚出生啊 就有如此惊人的表现 若是成长起来 会成什么样子 小不点闯了出来 感觉手中毛茸茸 五色雾矮消失了 一个持续长的生灵 露出真容 全浮在他的怀中 这是一头灰不溜秋小家伙 皮毛柔软 看起来非常的稚嫩 一对小耳朵直立着 头上有两个小凸起 像是有鸡脚要长出来 他通体呈灰色 毛茸茸 大眼黑亮 非常迷茫 打亮着四周 全在小不点的手臂中 有些害怕 果然是狼神的后代 众人惊呼 这不就是一头小狼吗 只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异 无神光遮体 没有锐霞蒸腾 只有眼睛跟宝石刻出来的一般 大而有神 咦 还有一对翅膀 补天格的一位师兄惊讶 那对小翅膀也灰乎乎 全在那里 贴在背上 不细看 还真会忽略 除此之外 他头上的两个小凸起 必然是鸡脚无疑 因为小不点扒开皮毛后 发现亮晶晶 绝对是脚 狼还真是会下蛋啊 小不点惊叹 瞪着怀中的小狼 众人看他直流口水 全都吓了一跳 他该不会想 吃掉神苔吧 这可是毒神之罪 若狼神有灵 会降下天前的 不许吃 火灵儿上前 紧张地看着他 伸出一双七双赛雪般的金银玉壁 进行拦阻 这是幼神 你不应亵渎 更不能吃掉 远处 九头狮子也来了 但却没有靠近 大声喝道 金光澎湃 小不点看着众人 有点莫名其妙 而后愤然道 你们太凶残了 这样的西式神胎 怎么能吃掉 一群吃货 众人闻言 差点抓狂 谁凶残啊 谁是吃货 不就是你自己吗 还好意思指责别人 真是倒打一耙啊 神胎自然要养大 不然会遭天打雷劈的 小不点一边说 一边擦了一把口水 眼神无比火热 这又惊吓住了众人 显然 他们多虑了 小不点自然不是要吃掉神胎 他是真的要养大 而后摸索 他体内的浮温奥义 多一种盖世神通 对了 刚才你们用宝树攻击我 所有神光都被他吸收了 这似乎对他成长有利 你们再来几下 小不点说道 而且 他身体力行 边说边弄出一道金色的闪电 朝着狼神后带灰去 吃拉一声落在了他的身上 嗷 一声尖锐的叫声响起 灰不溜秋的小狼 浑身毛发炸立 眼神呆滞 四肢抽搐 明显是要被电死的征兆 小不点啊了一声 赶紧停手 鼓着腮帮子 瞪着大眼睛 盯着小狼 露出不解之色 怎么不行了 刚才还在吞他们的符文力量 现在却承受不住了 啊 你这坏配要做什么 幼神要被电死了 火锅公主赤道 发出惊呼声 满是心疼之色 一股骄呼未传出 小狼的皮毛 有一大块变得黑乎乎 差点遇险 还好 没有伤到筋骨与血肉 一双大眼露出巨异 非常不安 不对啊 他是神的后代 应该很强大才对 我再试试 小不点指端 再次出现一缕电芒 就要落下 一群人都急了 向前扑去 进行阻拦 即便是神的后代 也不可能刚降生 就能呼风唤雨 他要成长 你不许乱来 千万别再用闪电吉他了 不然就要死掉了 穷奇 金屋 虽然你这样的神太古凶兽 与神情 可与神明争雄 但他们刚出生时 也不可能极度强大 是需要成长的 小不点文言点了点头 道 有道理 这些生物并不是无敌的 最起码 我如果遇上一头 同龄的太古凶兽幼崽 差不多能捉走 众人一起翻白眼 根本就没人信他的话 他们只关心 这头小狼的命运 小不点不理会他们 拎起小狼 翻过来掉过去的看 而后闭上了眼睛 他探索 其体内的符文印记 这一刻 所有人都变色了 皆明白他在做什么 这是要摸索 上古神明的传承 从小狼的体内得到 哄 银血巨人再也忍不住了 抢先出手 想夺走神灵的后代 因为这意味着一种 盖世宝树 任何一个种族都会忍不住 拒绝不了这种诱惑 手下败将 也敢逞凶 小不点疏地睁开了眼睛 狂笑一声 张嘴喷出一道闪电 劈啪响声发出 激在银色巨人的大手上 当即让他巨震 那里一片焦黑 你敢 这时 小不点霍得转身 翻手挥出金色的骨茧 刹那飞了出去 阻击羽王 因为这个时候 羽王也发难了 爆发宝光 无尽锐彩喷勃 他手中持有一柄刀 力劈而来 携无尽符文秘力 天空都在站立 咔嚓一声 金色的骨茧胜出 截断凶刀 这是一种罕见而惊人的宝具 远超众人的想象 曾经导致过一场浩劫 令诸多大部落遭解 当初小不点 从金色穿山甲那里夺来时 就知道 这不是那头寄灵自己的宝具 多半是其祖上所留 因为此金谷 曾焕发出各种异象 大地上尸山血海 无尽部落被灭 惨烈杀气惊天 此时 骨茧一冲而过 不仅斩断了 那可怕的骨刀 还将羽王的 一条手臂截断 坠落下来 鲜血喷溅 啊 羽王大叫 凄厉惨呼 捡起断臂 按在伤口处 迅速后退 他与鸣血巨人的追随者 一个个都脸色惨变 不由自主倒退 小不点屁念 那好意思是 警告众人 不要袭杀他 现场鸦雀无声 果然没有人妄动 九头狮子在远处盯着 眼神冰冷 但终究忍住了 他已经败了 再冲上来也无用 所有人都生起一股无力感 这只是一个人族少年而已 竟然这般强大 比他们这些太古一种 还要凶残 火锅公主身边 几个黑斗篷人 散发出一缕缕恐怖的气息 似是要有所动作 但每一个人刚动 又都咳血 显然在神窟负了重伤 火灵而阻止了他们 并未让几人动手 小不点震慑住众人 没有再出手 收起骨茧 再次探索小狼的秘密 怎么会没有 过了很长时间 他震惊地睁开了眼睛 这是狼神的后代 体内原本应该有一种 独一无二的强大符文才对 可是他探索了半天 根本就没有发现 其体内没有原始浮古与印记 只是血肉还算强大而已 这令他相当的失望 他以为自己的感知有问题 努力平复心绪 最终心中空灵 晋升到一种奇妙境地 再次去探索 而且 这一次他动用了 原始真解中的探古法 摸遍小狼全身的骨 依旧是无任何发现 小不点叹了一口气 这次不会有假 原始真解中的探古法 不会骗他 连这都不能发现什么 那只能是神灵的后代 自己出了问题 唉 你真是神的后代吗 小不点看着他 灰不溜秋的小狼 一点也不神意 看起来很柔弱 只有一双眼睛 还算大而亮 他揪着小狼的尾巴 倒提了起来 而后又展开他的小翅膀 惹得这个小生灵 嗷嗷直叫 不许这样折腾他 给我 火灵看不下去了 一把夺了过去 将小狼抱在了怀中 然而 这灰不溜秋的小生灵 大眼闪烁 很不安稳 吃溜一声 直接逃了出来 窜到小不点的尖头 像是树袋熊般挂在了那里 而且 他还张嘴 舔舌头 嗷嗷直叫 那一丝是他饿了 小不点挠了挠头 这头小狼 怎么这样粘他 可他也没什么可谓的 他看向水链 道 师妹有奶吗 现场一群人实话 全都发呆 去死 火灵火冒三丈 他平日亭亭玉立 恶挪动人 一态万方 但现在却彻底抓狂 将身边各种东西 一起砸了过来 而且符文闪烁 浑身喷火 向前扑杀 小不点扛着小狼 抱头鼠窜 相当的委屈 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怎么得罪 火灵了 一边逃一边咕弄到 莫名其妙 没有就算了 发这么大火算什么 走 我们自己去找 瘦奶最好吃了 众人闻言 都哭笑不得 不禁想到了 他在虚神界的名字 最爱吃瘦奶 原来还真有歧视啊 师弟 向师妹道个歉吧 你不应该 对一个少女说这种话 补天阁的一位师姐 红着脸传音 莫名其妙 凭啥给她道歉 再追我 我可要揍她了 小布点愤愤不服 结果这场追杀 足足持续了两个时辰 众人才停下 小布点捉了一头母狼 让她喂养小生灵 结果这小东西根本不吃 反而盯着火灵的一个包裹 露出渴望之色 咦 火锅公主打开包裹 取出两株灵药 以及一个玉顶 小狼直接跑了过去 吭吃吭吃几口 将两株灵药给吃了得干净 而后将玉顶掀翻 几乎要流口水了 扑了上去 这是一只凶兽的心脏 乃是血肉宝药 它这么小 居然就要吃这些东西 火灵儿吃惊 小布点大眼瞪的溜圆 那颗心脏剔透闪亮 乃是一种极其强大的 凶物的神性精华凝结处 居然用来喂小狼 刹那间 它一阵纠结 这也太浪费了 要是有这种血肉宝药 还不够它自己修行用吗 哪有多余的来喂养小狼 火灵儿像是看出了它的心思 瞪着它 道 你没有时间养它 赶紧将它还我 本来就是我们从神库中带出来的 小狼啃完血肉宝药 闻听后 顿时立起了小耳朵 而后嗖的一声 又挂在了小布点的身上 警惕地看着火锅公主 这让火灵儿气急 道 是我在喂养你 你为什么像是防贼一样看着我 你该防着那个坏胚 不然它会吃掉你的 小布点黑黑地笑了起来 道 去吧 它是你的衣食父母 没事就在它那蹭吃蹭喝 以后等我需要你时 你再找我来 这头小生灵拍动小翅膀 用力点了点头 而后又窜到了火灵儿的镜前 眨动眼睛 好奇地看着它 你 它气恼不已 很想拍它一巴掌 但是仔细想了想又笑了 以后带回皇宫 慢慢调教 这么小的一只狼知道什么 肯定会叛变 银雪巨人与羽王对视了一眼 迅速退走 因为他们知道 夺不到幼神了 想去联络人手再战 然而 他们遭到了小布点与火灵儿 以及补天阁几位天才的联手追杀 几乎丧命 全被擒住了 数日后 一片沼泽地中 九头狮子怒吼 从泥浆中冲起 不甘地与小布点大战 它早已提前逃了 躲避了数日 不想依旧被那小魔头寻到了 同银雪巨人与羽王一般 它败在了那头小狼的鼻子下 即便早已逃走 且相隔无近远 多有泥潭中都无用 你太脏了 都没法起座了 小布点不满 与黄金狮子大战 最终双双坠落在一片瀑布下 它这才骑上黄金狮子 无乃九灵王之孙 你如此气压我 若是出了这小世界 就不怕遭遇大劫吗 九头狮子怒吼 金色的鬓毛发光 气喘吁吁 真头疼 都已经开战了 我不收拾你 你回头就不去告状吗 小布点问他 九头狮子气劫 这不是让他难堪吗 干脆 让我来感化你 令你心服口服 甘愿当我的坐骑可好 这样出去后 你也不用去告状了 小布点骑坐他的背上 不肯下来 浑身发光 要收服他 显然 不立刻杀伐 这样的战斗 注定要持续很长时间 整整三天三夜 都是狮吼声 小布点骑坐在他的身上 用尽一身神通 想要降服 最后 九头狮子是累到不行 贪软在了地上 浑身的黄金皮毛都暗淡了 呼呼喘粗气 人族的少年英雄 我服了 我们结拜 为兄弟吧 九头狮子 真是有点怕小布点了 你以前不是要 收我当战宠吗 我想收你为坐骑 小布点坐在他的身上 不肯下来 我错了 一时口出狂言 你不要计较 有我这样的兄弟 将来你肯定会震动天下 因为我族寻到了一种古法 他日我 必然会借此 化成唇血太古凶兽 不说天下无敌也差不多了 九头狮子说道 隐约间点出了 自己在族中的重要性 警告他 不要乱来 不然会有大祸 真这么厉害 小布点顿时睁大了眼睛 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捉一头太古凶兽幼崽 这岂不是说 拿下你就行了 我将省下一番大气力 吼 九头狮子怒吼 浑身金光再次大声 他实在气急 怎么觉得像是在对牛弹琴啊 坏呸 你还是放开他吧 跟他结拜好了 日后不会吃亏 有大好处 火灵儿提醒 不就是能转化成 纯血的九头狮子吗 很厉害吗 我觉得 我去捉一头真吼幼崽 或者金翅大鹏的子嗣都没问题 小布点很不在乎 九头狮子 一旦进化成 纯血的太古凶兽 厉害到你无法想象 曾经图过神 不比金翅大鹏等逊色 补天阁的一位师兄 暗中传音 小布点勉为其难的点头 道 那好吧 出去后 你就是我小弟 对了 别忘了 让九灵王给我一份大礼啊 最少也要几百精灵药 要是有能拿出一株圣药 就更好了 阿破 九头狮子吐血 自己年岁比他大 还要当小弟 这也就算了 被痛揍了好几天 好要给他一份大礼 这 还得是几百精灵药 人家都是论猪 他直接论精 当时大白菜了吗 至于剩药 别做梦了 想都不用想了 九头狮子自己还惦记呢 也没有见祖父菜给他吃 那种东西 都长在太古神山上 也许有太古凶兽吃龙 混沌 饕餐等占据 小弟啊 我们打了几天 肯定错过了不少机缘 听闻你们这一族通灵 拖着我去找些神物吧 小不点提要求 道 如果找到不老权 也好把你失去的 几颗头颅疗治好 阿破 九头狮子 再次差点吐血 闹了半天 还要当做起啊 别急 只要让我找到不老神去 就不用 你逮捕了 谁让外界都说 你们通灵呢 这个忙你得帮我 嗖的一声 不远处小狼窜了过来 全服在小不点的怀中 一副很惬意的样子 九头狮子健壮心中一领 这可一只幼神 居然这么依赖 这个混账的结义兄弟 难道他还 真能降服太古凶兽幼崽不成 他认真思量了一番 一阵毛骨悚然 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强大 进行一番对比后 觉得这个吃货 可能不是在吹牛 差不多可以与 同灵的纯血凶兽一战 最终 九头狮子屈服了 让小不点发誓 寻到不老神圈后 就不得为难他 放心 你是我小弟 当兄长的 肯定不会欺负你 我们上路吧 小不点将扑扔着翅膀的幼神 抛给了火铃 对他叮嘱道 使劲吃 快点长胖 以后我带你回 我们自己的村子 如果我捉不到太古凶兽幼崽 你得负责手装子 一群人面面相去 心中大骂败家子 这可是一尊幼神啊 你还真当一头狼 或者一只猛犬了 居然要去看家护院 守村头 太奢侈了 让一群人无言的是 小灰狼扑扔着翅膀 认真对他点头 而后转过身 就像火铃儿要吃的 你怎么跟他一样 吃货 坏配 火国公主气急 小不点骑坐在九头狮子上 就此远去 另一片区域 一群人聚在一起 雨点飘洒 带着霞光 落在他们的身上 泛起阵阵云烟 他们的气息 似乎变强了很多 我羽族果然最适合 在羽天战斗 有那个少年的消息了吗 捉到一头独角人熊 他说看到过一个凶残的少年 撞死一名牧族天才 吃了一些强大的凶兽 大概知晓他在哪片区域了 等他从那片区域出来 我想快就要见到了 我们在这一域等他出现